2019年1月22日,圆满完成了两次航天测控任务的中国远洋航天测量船远望7号,在海上举行了庆程宫文艺晚会,用歌声与欢笑为为期两个月的航程画下句点。 晚会共有9个节目,全部由船员自己创作编排完成。 由于海上与陆地没有联系,为了提前准备好服装、道具等,许多节目在出航前就已开始筹划。 节目包括演唱、舞蹈、相声、小品等,还有一些创意节目。 他们有的表达了船员对远望号、对家人的情感,有的用幽默欢快的方式点燃现场气氛,形式多样,内容丰富,现场座无虚席,热闹非凡。 今天看到的就是做的一个幕布,后面打灯光,头的影子投在上面,用影子去讲一个故事。 这种没有做过就主要是想做一些形式上的创新,让大家觉得看了之后耳目一新。 第一个节目就是海天工艺乐队,他们我个人非常喜欢音乐,也比较喜欢摇滚,而且他们的表演确实记忆非常高。 对我印象最深的一个节目就是回家这个节目,一个是它贴近我们的生活,再一个也是贴近我们的工作。 在靠岗前举行庆程宫文艺晚会是远望七号的传统,虽然船上条件有限,舞台比较狭窄,追光只能依靠手电筒,音响也时常发出杂音,但对于在茫茫大海上工作了几十天的船员来说,这一活动依然给他们带来了许多快乐。 整个演完之后,然后就是听到大家那个掌声,哎呀,就是爽,没有什么别的形容词可以形容。 展示了我们船员的这个另外的非常活泼的一面,节目也很受大家的欢迎,我至少我全程是很开心的。 据悉,远望七号将于1月24日停靠中国卫星海上测空部码头。